好,我们付一下上节课内容 上节课讲什么来着 上节课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浮动啊 就是三个属性 它们之间的关系 哪三个属性 display position 还有float 这三个属性之间的关系 是吧 这三个属性之间的关系 那么也做了一些例子 这例子都是这上面的例子 那么回忆回忆 回忆回忆 浮动起来 浮动起来 就浮起来了 是吧 浮起来了 浮起来之后 它这个就好像从这消失了一样 它消失了之后呢 就还在 就就等于没有了 没有了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clear属性 是吧 绝对定位 也是消失了 也是消失 这个 这俩还不太一样 是吧 浮动起来之后 消失了 是它浮动起来 在这儿 它和其他内容之间 还有这种 都在水里漂的这种 互相的挤的关系 而绝对定位呢 就固定在这个位置 它可以覆盖呀 什么之类的 那这次我们讲什么呢 就讲讲可能跟这覆盖有关系 层的描述 是吧 描述这个 堆占层的关系 Z序 Z序 Zindex Z序可以等于几呢 可以是一个整数 应该是一个整数 或者计程 或者什么的 那么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来说 首先就看一下了 这个例子 是吧 看下例子 拉过来Ctrl C 那么现在呢 有三个盒子 整理了之后 它有三个盒子 第一个是什么 叫红盒子 第二个盒子叫绿盒子 第三个盒子叫蓝盒子 它们都处于同一类 叫Pile类 什么叫Pile呢 Pile就是300乘300 绝对定位的意思 那么红颜色呢 它在哪说的红了 这块说它是背景色是红色 Z Zindex是3 3 这是2 那这个不知道是多少 刷一下吧 这样出现了 是吧 这红颜色Zindex是多少 它Zindex是3 所以3就更大 更大一些 蓝颜色的盒子呢 这绿颜色的盒子 没有Zindex 所以它就最靠后 绿颜色的盒子 蓝颜色的盒子呢 它是2 如果说绿颜色是1的话 会怎么样 如果这个绿颜色的盒子 给它一个属性 Zindex 然后它是1 又会如何呢 刷新一下 没有反应 比如说这个是哪里不对呢 绿颜色的盒子 Zindex是1 是不行的 是4 比2和3都大 那就如何呢 它就跑最上面 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所有的这种 别放关系 是由Z旭来排定的 谁会在最前面 Z旭越大 说它是100 那它 它就最大 是吧 这加一个0 那肯定 肯定蓝盒子就大了 是吧 蓝盒子就大了 蓝盒子大了 那么要想让红盒子 大 然后红盒子不改 红盒子是3 对吧 红盒子不改 说它 把Z旭给去掉了 默认的Z旭是多少 它也把Z旭去掉了 默认的Z旭是多少 刷一下 那红的最大 说红颜色的 也把Z旭给去掉 又会如何呢 那就是按着顺序来 谁靠后 谁就先出来 是吧 谁靠后 谁就先出来 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如果说Z旭啊 如果说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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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现在谁 谁谁谁谁 谁先出来 就是谁在最最 离离屏幕最近的蓝盒子 但是 我如果说蓝盒子的 Z旭是0的话呢 Z Zindex 是1肯定 它就是那什么 如果是0呢 它是不是还保持呢 Z旭还保持 但如果是负1呢 负1呢 负1又跑后边去了 负1又跑后边去了 如果是负0.001呢 它还是这个 但是它其实 看它 Compute的这个东西吧 Compute的 这个0.001被划掉 是吧 它是不认的 它是不认的 它是没有 不认 这这这这 就是不理它 是吧 就当就当 就当这个没看见一样 是吧 如果是负的1.001呢 还会不会不理 它也也是不理 是吧 只要出小一点都不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说 它是0 它也是0 会显示啥呢 还是一样 说明它肯定也是0 是吧 它的位置肯定是 就是默认的情况就是0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基本不就接触小数 不接触负数 如果0的话 就是原样 如果全相等的话 就按照这个顺序 就按照这个顺序 谁后出了 谁就在上面 谁就在上面 这就是最续的方式 最续的方式 这块有一个emage 如果说我把这个 o.jpg或者o.png 这个emage搁进去会怎样 它搁在哪 就搁在这了 来个emage 然后呢 空格src等于 等于谁呢 等于它 保存 然后再刷新 刷新 现在这个位置不行 是吧 emage让它 like still 是 高度 或者说 让它高度宽度 变一下成 高度是 30 300个像素 然后高度是 400个像素 勾三鼓四 玄武 它其实是在这个位置 是吧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它在 这个 后面 是吧 它在这个 它在这个 所有的最后面 就这个 它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它又在最后面呢 那 那这个不明白 就得看这文档啊 从头看 那么这个css当中 每个盒子 有一个位置 在三维上面 这个呢 是水平垂直 咱都知道 是x 是吧 三维上叫z轴 z轴就是 谁在前面 谁在后边 就这比如这屏幕吧 屏幕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 哎 就比如这块 就压着这块 所以这个就在前面 是吧 这个就在后面 所谓的三维是一种计算方法 那么它是一个落一个的过程 那么当它覆盖的时候 这个z轴的次序就体现了 z序就有用了 在这个渲染数当中呢 是一个对战的内容 是一个对战的内容 这个对战的内容呢 可以包含更多的对战内容 和别的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是吧 那么如果 如果说啊 现在我让他的z序 让他的z序是100 那他不就靠钱了吗 理论上来说 他的zindex是0 他的zindex是 他没有zindex 他的zindex是0 那理论上来说 他应该是靠钱 是吧 他应该是靠钱 但是呢 他却没有靠钱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说 我把他们都变成 负1负2负3呢 就是这个 这个我把他们都变成 负1负2负3会如何呢 红的绿的蓝的 我就变他吧 负1 哎 负1他就 他就他就落到后了 比如说 他有个当前层的概念 当前层是0 当前层是0 他他这个这个东西 他默认在上面 但是如果说 我把他比当前层还要靠后 那他就这样 是吧 把绿颜色呢 绿颜色最续也可以靠后啊 绿的在红的后边 蓝的在绿的后边 是不是这么一个感觉 反向压 反向压口了 好 那么每一个盒子 都有一个 那么在未来的 CSS版本当中 一些属性可以被引入进来 比如说这个 呃 不透明度属性 在CSS3 color里面 CSS3 color 那么这个呢 是现在CSS2.1 是吧 现在如果说 我点进去CSS3的话 就能够看到 有很多CSS3的内容 比如说 selector 也就是选择器的 是吧 包括颜色的 包括列表的 包括DOM 这些DOM的 是吧 Speech的 声音的吗 就各种各样的 它其实是 就是到CSS3的时候 它是分头去进化 分头去进化 这个是具体的算法 就是浏览器在最终渲染的时候 谁靠前 谁靠后 有什么决定 这块得写清楚 是吧 背景和边框 元素背景和边框 这个 形成堆战的内容 堆战内容 那么这个 子堆战的内容 如果是有 负的层的话 那么 就先做它 先做它 刚才我们这个 是不是子堆战内容有负的呀 相当于 这个 是负的 红的绿的蓝的全都是负的 怎么办 有负的 先做负的 做完了之后再做它 是吧 做完了之后再做它 有负的先做负的 然后呢 如果说是 呃 正常流 或者说是非行内 的 或者说是 没有定位的东西 做这些东西 然后是做 position的floats 就是定 就是没有被定位 就是先做那些 那个 这个正常文本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再做这个 非定位的浮动的 然后正常流的 还有 行内的 还有没有被定位的 后续的内容 包括行内的 包括行内的表格 行内的块级 那么这个 这个子级的这个 内容 在level 0上面 按的 position的 descendant 就是把他们放在这个最续的等于零上 这个 所以那个就靠后了 是吧 先做负的 负的之后再做这个 子级的 然后再做零 然后呢 最后做 做这个 absolut 就是说这个 position的 stack levels 就是这个 这个原来的话 不设定 他不是position的了吗 他最后肯定先做这个 最后 最后做这个 最后的这个 那么 大体来说呢 就有这么七步的 这么一个渲染 渲染步骤 渲染步骤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最续 最续 最续属性 最续属性 这个 他可以是透明的 是吧 可以是透明的 那么这个 这个 默认的行为 背景的默认行为 可以允许盒子 他后边的盒子可见 是吧 就是如果透明的话 可以看见他后边的东西 那么每个盒子的透明 彼此叠加 就会有一种计算方法 那么这种行为可以 存在于背景的属性当中 存在于背景属性当中 后面呢 就是文字的direction 就是文字方向 可以是从左到右 从左到右 或者是从右到左 还有文字 这个 从左到右 或者从右到左 从左到右 到后 到我们现在 其实是有一些新的写法的 比如说我们 他是有一些新的写法 这个先不看 我们先做一些 关于最续的练习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先看这个 这块呢 就有一些叠方次序 叠方次序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是吧 把它放大 这个绿颜色 是吧 它是这样的 它这个顺序是为什么这样呢 比如说我们右键检查元素 有五个方块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 谁在对底 那应该他在对底 他有没有Z序 他的Z序是没有写 没有写应该就零 对吧 然后他呢 是二 他呢 是二 他呢 也是二 这三个全是二 这三个全是二 但是 这个呢 是三 所以黑颜色盖住 这三个 黑颜色应该盖住这三个 那这三个谁 谁在求了呢 二先出来 二应该先画 画完了之后呢 再画三 然后再画 再画四 画四的时候 就把 就把二给盖住了 是吧 就把这个给盖住了 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先画的谁呢 等于先画的是 他 然后二 蓝盒子 然后再画四 再再画四 再画完了之后 再画的谁 再画黑盒子 是这么一过程 那就是说 先出来的 反而 就是先先 先出来的 先被画 先被画的 就盖在里 是吧 他是 他是有这么一个 叠方次序 这块有这样的一个 明确的一个 叠方次序 是吧 这个有 零点五啊 不能设定好 不能不能设定 就不能不能设定零点五 这个呢 是没有 是吧 零点五被划掉了 当他零点五被划掉的时候 那么他也达到不了一 那么他是零 他也是零 实际上这两个零 最终就导致了 那么后出来的 他在在前面 就是什么叫后出来在前面 这个从一颗 dome tree子来说 他是不是有若干个内容啊 这个是不是他后后后出来的 后出来的 他就后话后话就压在前面上 是这个意思 那么叠方次序 孩子可以怎么练习呢 可以做这么一个东西 首先这是三个东西 是吧 三个东西 本来应该说先画谁 先画盘子 是吧 对 先画盘子 然后呢 再画苹果 再画木头 但现在呢 肯定是先画了木头 再画了盘子 再画了苹果 这靠的什么呀 靠的就是这序 这序 我们这次呢 主要讲的就是这序 这序在 他有一个渲染次序 渲染次序在哪呢 在这块写了 在这块写了 总体来说呢 就是 总体来说呢 就是他通过这序来来判断 如果说你这个是absolut了 那肯定是靠上 但是怎么样想把这个靠上的东西也变成靠下呢 那就可以把这absolut的值变成负的 那他就相当来说靠下 这次呢 主要讲的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